大家好,我是絕對玩DN,大家好 今次繼續劇情,去到這個寒冰洞穴有一堆新組成員的劇情 上集都說過有一個可以無限打的,我就看一看 應該是這個還是另一個呢?不知道 久未啦,其實如果這裡... 喂?搶天氣? 有兒子啊,搶天氣 高速移動?不用了,高速移動 絕王 絕王也是我比較難搞的精靈 因為絕王是處水的 嘩,打喊佬,走 鯉魚龍 接著用龍佬 逆太尾巴 他撞了那些技能 放太陽,然後用逆太尾巴 他撞了那些技能 不要這樣啦 完了,好嗎?我沒有啦,龍佬 求求你不要再放自我再生 這裡就模擬你單打,譬如劍盾 或者其他MMO那類 他就不斷地自我再生 自我再生到圓牆 這裡用回歐巴 放回天氣 來吧 催眠的 YES 按錯了 接著用壓制 再壓制 應該是這個 我都不記得是吧 我們回去回一回血 如果這裡可以不停地練 當然,對於我們玩家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升級選擇 好 大家如果自己有玩的話 都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我相信有些人 因為我有玩 所以想試試自己的實力 而且這遊戲都蠻適合的 不是蠻適合新手 這遊戲不蠻適合新手 老實說,我這些玩過 要很了解這遊戲才會玩到 不過當然 可能我捉的精靈還沒夠很厲害 因為我捉的精靈還沒算很強 應該是這個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裡先用壓制 說不疼風 OK 再壓制 然後先走一走 因為你看到它降的速度 就不要搏 這個速度降得很多 炮凸 哇 哎呀 浪費了果實 清醒 先祭果 換了阿華君 接著用水技打 嘩 你比我快 不是吧 什麼原因你比我快 我死一下 兵拳 速度果 OK 好怕啊 兵拳 現在見到我兵 新中的使命 才不會因為其中一個戰敗 而變得暗淡 我們才是正義一方 叫自己正義一方 通常都很難正義 它變成 對 這裡可以不斷打 這個位置可以讓你升級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大家有玩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升級 但當然你的劇情也要推進到差不多 OK 巨劍賣這裡繼續 水之波動 他用了什麼技 這麼痛呢 我用這招水技 他這招水技好像 是不是巨劍蟹特有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好像另外那隻鞋 對龍蝦小兵都有 但是這隻呢 就 巨劍蟹用這一招是最高攻 好像120 還是100 100多 但是那個命中就低一點 而巨劍蟹 用那招的話 就會很大力 很大力 OK 好 那繼續說回來 絕對環倫其實也不適合一些新手玩 對 如果新手玩絕對環倫應該是極度痛苦的 對 如果有玩過絕對環倫 然後覺得太難玩 沒有玩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 因為絕對環倫實在真的太難打 絕對環倫 什麼事 什麼事 突然白了 不是吧 水隊 我們先打右手 左邊先 有沒有帶道具在身上 沒有 沒有 那這個索要打 左手面 右手面應該都是抗草果 來的 偷我什麼 奇蹟果 奇蹟果就是 嘩 軸流 有點大問題 我感覺到 因為我給了天氣 他借了天氣來用 龍路打海牛獸 麻痺 非常好 哎呀 海牛獸 柱水 唉 好麻煩 先 這裡繼續龍路 他這個打法是燈龍魚用沖浪 用沖浪 而海牛獸因為柱水的關係 就會吃了滅血量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雙打手段 嘩 已經死了 太美歸 又海牛獸 不用那麼多 先保護 沖浪 沖浪 大地之力 這麼聰明 打我左手面 這裡有咬的 柱水 可以嗎 柱水應 應該是水流噴射應該可以打 但也很低傷 不要緊 照用 因為他不是引水 那隻 先打死一隻 接著用軸流 大地之力 嘩 痛死 電擊獸 電擊獸 用水晶幫我打左邊 接著咬右手邊 冰 嘩結冰 不是吧 我應該最難打 應該真的是水隊 水隊應該真的難打 我應該真的要練一隻 樂天河童 一練那樂天河童 打擊面大很多 不用現在這麼頭痕 現在最頭痕就是 那隻 海牛獸 解冰 解冰 非常好 正典 冰牙 OK 動彈不得 這些才是 再咬 咬 衝浪 喔 輸了 難打這場 可能我真的要練一練 那隻 樂天河龍 因為他借了天氣 不是說真的 好 好夠打 要死了 我回來了 現在我就升了少少少 level 還有打一隻草蟹 升了之前 捉那隻 童子 現在進了中間的階段 其實不算很厲害 真的不算很厲害 就 只有一招草技40攻 其實我都怕不夠打 所以我們選擇用 蛇蠻紅先 蛇蠻紅先 先不要給水 因為他會用衝浪這些技能 嘩 進去中筆 咦 為什麼在這裡 好 好 照樣打 OK 我們先用衝浪要偷走可遊獸的草果 應該就是 那個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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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偷了抗 但都沒有用 偷了抗 鋼 不知道 先用頭特打燈龍魚 燈龍魚 它有草水 應該不是燈龍 是海牛 海套獸有草水 這裡我們用鋰魚龍 按吧 龍之爐 按吧 龍之爐 OK 電擊獸 電擊獸又要先殺了 急動拳 OK 但是你知道 接下來可以放牛仔棍 照殺左手臉 用壓制打左手臉 OK 這裡我們換蟲 換了大美利 這裡照壓制 只剩下一隻 非常好 終於剩下一隻 接著用催眠 打擊中 非常好 然後用鋰魚龍 就再用 壓制 剩下魚龍路 再加水技 應該是可以用水技 是不是 草碎嗎 立刻養碎了 壓制 好 又一隻 再壓制 快點了 這個 終於贏到了 好 搞定 新組成員 終於搞定了 好啦 要回去回血 好 還有呢 開始真的不太夠打 一定要加一隻水草系 如果純系 就真的有點難搞 如果純粹 純粹水系 再加可能水兵那些 那個打擊不夠厲害 那個 打擊面又不夠 然後那個 防禦性難又不夠好 就是聯防那些 OK 又要打雙打 那我們先用水 這裡 這裡我們先用河童 不是喔 河童可以換 行運彈 我們上次 幸福彈 上次那隻是行運彈 行運彈 叫做 不是吧 有草蟹 先打右手 先打右手 這裡用吸收 打左手 馬匹 花花舞 死了 唉 催眠我轉頭 好厲害 好厲害 頭到右手 吃蒙 OKOK 沒問題 不是扣很多 嘩 還沒打死 搞錯 花花舞 Oh No 醒了但是混亂打自己 這個兵咬 喂 不是吧 嘩 一個催眠一個混亂 為什麼這樣都中 這混亂 他用什麼混亂 花花舞 唉呀呀呀呀呀 好難打這個位 看來 純粹水而已 有點難搞 好啊 精靈呢 還未夠技能 或者還未夠熟 還未夠技能 還未夠技能 很難打 如果這個河童 進到化 都OK 現在進不到化 身上有沒有技能 適用 影球 閃光 鋼尾 這些不是很適用 不要緊啊 我再試過 右手面 就一定要打死 這次這樣放 牛蛙軍 還有怪力 我放頭 然後全部打在右手面 好 應該可以的 壓制右手面 然後冰雅 右手面 花花舞 還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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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果 上升 這裡他會用花花舞 打左手面 這裡換一隻大魅力 出來死 會不會打在右手面 嘩 真的 嘩 嘩 又不中招兵啊 嘩 這裡又輸了 又輸了 輸了一半 已經至少 還是應該偷了那個 他偷了那個果 好像好一點 重新來過 偷了那個果 好像好一點 一開波叫射文雄 即是衝鴻 偷了那個果 這樣好很多 他的速度果 搞到我不夠他快 好 好 這裡壓制右手面 接著用索妖 偷右手面 OK 麻痺 是一個好的開始 偷走速度果 碎了我的射文雄 然後這裡用壓制打右手面 為什麼催眠這麼高命中呢 我剛剛留意到 催眠好像只有60命中 這個位置我們用 按摩 好 嘩 不是吧 嘩 這樣也不死你 這裡用直衝鴻 打右手面 這裡用 頭突打左手面 吃夢 OK 這裡 這裡用水技 水技打右手面 這裡頭突左手面 線仔 不是吧 吃夢啊 沒問題 這裡用 河童有沒有水技 沒有啊 那就是鯉魚龍 水之波浪打大舌頭龍 路打右手面 先打死 3-4 打死 很好 燈爛這些 燈爛這些 要啦 不要只要彈跳 不知道有什麼用 河馬 壓制 接著龍之路 不對 其實可以催眠 不要催眠 我相信我自己沒這麼幸運 可以催眠到人 寧願用麻痺算 寧願用麻痺算 草裙帽 嘩 KB空間 OK 這個combo有點厲害 精神干擾 沒死的 不會那麼容易死 高你那麼高 又中 突然混亂再加睡 神經病 這個combo 喂 你真還是假 我真的不太相信 NPC那些永遠都 永遠都中 不是很對路 有什麼可能 這裡吸收大 吸不到很多 終於醒了 時間恢復回正常 是不是有機會 這裡要催眠回去 神經病 變完 沒有沒有沒有 投凸他吧 我的人不中 他那些 他那些沒有中 終於沒有中 中了那麼多一下 先搞定這東西 還有這樣的東西 在後面 這裡要靠催眠 否則我都很危險 按吧 不中 英盟吸收 壓制他 既然是這樣 麻痺 喂 打他 這裡用 水之波動 沒得選 混亂 打自己 和麻痺 那就贏了 OK 再麻痺 嘩 OH NO 這關很大能 我真的不太相信 NPC的命 是極高的 OK 看看這裡 壓制由手面 塑料由手面 OK 花花舞催眠 又中了一下 信不信得過 真的信不過 一下一下馬上催眠了 然後這裡會不會馬上催眠到我的牛蛙軍呢 看看 色夢 沒用 不錯 終於照正常的出發 好搞定一件 終於不中了 打死他 放放斑 放放斑 次猛 希空開了 希空 現在說 我的牛蛙軍最慢 對面那兩隻最快 鯉魚龍都有機會拿第二 這裡 照用水之波打左手邊 這裡用龍之爐 咬左手邊 精神干擾 對了 鯉魚龍排第二 然後十萬伏特 吸盤小丑 這裡我們可以用河童 先走一走 因為現在不夠了 河童就用自然力量 自然力量是在不同地方就要出不同技 那這個是岩斌 大家可以看到 會不會令到它害怕呢 好像沒有這個可能性 咦!有! 沒有怕 沒有怕 怕了一下 爆黃花 這個怪來的 然後用頭突打這隻 然後冰牙 好 第二個應該是那隻的大美里 但是他死了 那之後應該 咦! 噢! 白黃花這麼慢? 牛蛙軍 壓制這隻 然後冰牙這隻 什麼事啊 右線制 回復正常 那現在 還有爆子 牛蛙軍 白黃花現在最慢 那打這隻 這隻還冰牙 白黃花 又仙制? 神經 你有沒有這麼多仙制啊 大哥 我 開完氣空又玩了 這場 醒了好嗎 我真的感受到滿滿的作者學意 沒什麼可能 這些是近乎 近乎多少 近乎0 這個機率是 首先是什麼 首先是 催眠 催眠那裡好像只有60 比套陣 如果有機會改了 就是65 65 然後就仙制之爪 仙制之爪 好像是23 還是33 我不記得了 23.4 23.4% 仙制 剛剛連續 仙制有兩套 這樣也沒什麼特別 然後麻痺 還有包子的麻痺 嗯 剛才一開始有場 混亂 對了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狀態 這次 總之就是非常之多 多到我都 已經數不到了 還是我殺了防防班才會好一點 好像殺了防防班好一點 殺了防防班才不用煩 我不發出霸王花 那要殺我霸王花 那頭突隻霸王花吧 又仙制 哎呀 一隻麻痺 一隻笨 我真的要升一升才能打贏 這遊戲是充滿惡意的 有沒有人有這個感覺 還是只有我有這個感覺 非洲到可以完全 完全吃光狀態技 無怪 有了 可能要升少少 那會好一點 23 這隻東西怎麼進化 嘩 蓋了我5巴 神經病啊 蓋了我5巴 嗯 好像有點難 這裡進化到 或者我們照嘗試吧 照試吧 照試試打這個新組 好 真的不行 現在我的水隊 雖然加一隻草真的好很多 我想加一隻露天河龍真的會馬上差很遠 但是升不到 要升很久 又不是升不到 我會 我會 阿華軍擺頭 接著 射文雄 好 這裡 save 來啦 有這麼難打嗎 這隻 是不是因為有火系 所以容易打之前 現在沒有火系 就馬上很難打 這裡索搖 不要索搖 照索搖 然後 水之波動 左手邊 還是頭疼呢 直接頭疼吧 不要索搖 搖他怕好過 沒有怕 射文雄被打了一大半 這裡用壓制和 頭疼 有 右仙制 怪力角 冰牙 右手面 壓制 嘩 怎麼玩啊 師兄 這個傑兵也沒用 都救不了 已經一解馬上 會不會 好怕 這遊戲已經令到我 有陰影 開始玩這個遊戲有陰影 自應力量 接著用水之波動 又先制 雖然那隻 不是 可能我快一點 這遊戲就是神經病 神經病 這遊戲就是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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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打不死 先打死吸管少丑 吸管少丑 有雷技 這隻對我這個閃電拳 有雷技 還有 還有 還有河馬 催眠他 中 不中 催眠 你看 那些完全不中 唉 神經病 這裡真是 很難打 這個位置 真的要先升一升 如果不升 就打不贏 那我可能要 把河童升高一點 因為你看到 草系的打擊 對他們的水系來說很重要 只有二十幾 不是很夠輸出 你看這隻也有一百 這隻只有三十四 一半都沒有 所以我想至少三十多 才可以拿出來 打打打這些訓練家 今集時間來了這麼多 下集就 升一升 浪天河童 先